在老龄化趋势愈发严重的背景下 中国延迟职工退休年龄已是板上钉钉 今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十四五期间 即2021年至2025年的主要目标任务之一 就是延迟退休 华夏新工级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指出 女性退休年龄可在现基础上延迟5年 但男性延迟退休要分布设计小的台阶 比如从60岁延迟到62岁 过几年再延迟到65岁 贾康表示 根据现行的规定 女性工人50岁退休 女性知识分子55岁退休 可以先把妇女同胞的退休年龄往后移 比如分为55岁和60岁两档 各延长5年 现在妇女的工作 一般都脱离了沉重的体力劳动 并且妇女的健康状况明显提高 所以可以把妇女的退休年龄往后移 相比女性 贾康认为推迟男性退休年龄问题更为复杂 官员可能更能接受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但不是领导身份的人 可能就不想延迟退休了 他们可能更想享受退休后的闲适生活 此外 贾康强调 不应该强制延迟退休年龄 最好能提供弹性的政策 让劳动者自行选择是否延迟 因为每个人的倾向性不一样 有些人想早点享受闲适生活 他不会在意 可继续多领两年全工资 愿意60岁就办退休 然后领80%至85%的退休工资 养老金 也有一些人认为自己身体健康 愿意多工作两年拿全工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